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認真少年 這集西宮小魚床要告訴大家 漢街師傅到底都在看三小 講到西宮的產業 漢街就是在生命當中最起碼的 大家常常會看到漢街師傅在漢街的時候 他們會戴著面罩或者是手拿著面罩 有的時候一個人看 有的時候一群人看 有的時候全部的人圍在一起看 到底他們都在看什麼樣的東西呢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從 漢街面罩的眼鏡時去跟大家展示 講到漢街面罩的眼尺 我手上的這一點 大概我漢街做幾 他就跟著我們多少天 在剛入行的時候 很多小朋友或年輕人都跟我一樣 因為你其實不太能夠掌握那個漢街的速度 那有時候你就會學一些老師 用手擋 用大門指擋 還是用各種奇怪的角度去擋 其實這都是不太對的 所以在一開始 你用這種傳統黑boy的面罩 就是一漢街下去手都擋過來 一漢街下去手都擋過來 所以你都每天一直這樣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我第一次漢街大概是十幾歲的時候 從那個時候跟真正開始 很長期漢街的時候 尤其是在初期 我大概掛了兩次進去 因為強光的紫外線 然後造成你眼睛的桌上 所以隔天起來你眼睛是髒不開的 而且你眼睛會非常的腫 那些老師父們 他就跟你說 塗黑人牙膏就好了 所以在一開始學習的時候 我非常非常的不建議你 用這種傳統式的黑玻璃面罩 當然各位朋友們 除了電汗之外 漢街裡面最常用到的就是 Arumon 雅齒漢街 你不懂Arumon的話 可以看我們上方影片解 那Arumon它有一個最大的重點就是 它會用左手去抓的補料 去做填料的動作 所以這個時候你當然就沒辦法 一隻手拿著漢街帽 一隻手看啊 那這個時候就有人發明 把黑玻璃變成一個 鮮蓋式的方式 蓋下來 不過它一樣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你把黑色的面罩蓋下來的時候 你的世界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一樣的狀態 通常我也是不建議 初學者或者是一開始入行的人 你就使用僵持黑玻璃面罩 因為第一個 它黑玻璃其實不能夠真正 阻擋一些人類的不可見光 再來第二個問題 因為通常初學者你的反應沒辦法 能夠掌握到你的漢街的弱點 跟一開始光線的位置 所以通常你會焊得亂七八糟 於是呢 有賴於科技的進步 漢街面罩它一路走到了 自動變色漢街面罩 什麼叫做自動變色漢街面罩呢 當你在眼睛看到漢街之前的時候 它裡面的樣子像是這樣 怎麼樣 是不是當你戴上面罩的時候 所有身邊發生的人事物 你都看得非常清楚 而且最重要的是 就當你一漢街的時候 它會瞬間變成黑色 通常你去五金唐 或者是去網路上 選一件漢街面罩 人家都會叫你買一些很便宜的 但是它其實有一個非常致命的缺點 第一個它的面材 它的噴漸非常容易沾黏 再來是它東西壞掉的時候 它是沒有任何零件給它更換的 而這一頂呢 大概是我七八年前買的 第一頂學驗的漢街面罩 我只能買了這個漢街面罩之後 我就從實在也沒有去看過眼 跑出都跑一趕 真的 最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當它有一些沾黏或是東西壞掉的時候 它全部的零件 你都可以在全台灣各地各個經銷商去買得到 而且你看 它甚至它連只有面板都是可以單換的 那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為什麼我會推薦這個牌子的面罩 就是因為啊 我以前代工班那些師傅 有一些真的是稠陋 他們在放面罩的時候 不會像我們這樣子 正面罩一下 他們會這樣子放 所以這個時候有什麼好處勒 像他們的面罩都是內奧式的 那再來是就算真的刮傷了 他們耗材都可以買到 所以其實你整合起來 我個人的經驗 非常不建議大家去買很多頂便宜的面罩 你不如去買一頂 真的能夠保護到你眼睛 這樣子才真的比較省錢 而且不用看眼科 所以今天呢 我就用我自身的經驗 好好地跟大家介紹 怎麼樣選擇漢街面罩 那一個面罩它到底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在這麼多樣的面罩當中 你可以按照視窗大小去做選擇 像這樣 從畫面中呢 從這邊到這邊 它依次就是由面鏡的大小 從小到大 越來越大 從這邊呢 就是110 9002 9100 9100XX 9100XXI 9100XXXI 反正就是它後面東西越多 表示越好越大 在它們當中呢 其實9002N級 是另外被分門別列出來的 簡單來說它是一個CP值最高 而且它是跟9100XXI 它一樣有自然橙色的特技 如果你是今天非常非常初階 又有一點點錢的話 你可以跳過100B 或者是跳過10B的面罩 你可以去買9002的面罩 那9002的面罩後面一樣有幾個功能 像這個面板上面的數據啊 還有它的Delay的方式啊 然後還有跟它的選擇的數值啊 你都可以依照你不一樣的焊接方式 去選擇你所需要的數值 那這個東西 我們就用這張圖給大家做參考 再來第二個重點呢 就是它的功能 所以雖然它大部分的面罩 你都可以調整它的Delay 就是它的延遲的時間 跟它的感應的敏銳度 還有它的明亮度之外 當然越貴的東西 它能夠調的range就越廣 那越便宜的 它能調的range 可能就比較小一點 就依照你的功法 所以也不一定要買到 一定要買到這麼貴 依照你自己的需求去買就好 所以從畫面當中呢 從這邊以下 就是5000內的 這個呢就是大概是價錢的 大概是5000到10000 從這邊過去以上呢 就是萬元的世界額 如果你去上過很多焊接課 你還是焊不好的話 改天有機會我們會拍一集 就是我們來教焊接的方法 其實我們在焊接裡面 我們會講四種火 而這四種火焰呢 它決定了你就是 你容詞的程度 還有你焊道的明確度 最後就是你焊接出來的紋路 所以你其實算一算 當年齁 如果你要不要焊了五年十年 你還是焊亂七八糟 然後你一直覺得 這一個面罩幾千塊 一萬塊你買不下的時候 你不如再早一點的時候 你去買一個比較好的面罩 在一年的時間 短短就上成 變成非常焊接很漂亮的人 那你的工資 它絕對是Double往上票的 這個時候一頂焊接面罩 根本不算什麼錢 接下來第三個重點呢 就是依照你的焊接環境 去選擇不同的焊接面罩 像這樣 所以我們把它分成呢 有硬帽式有安全帽式的 跟一般面罩式的 跟可以先蓋型的 還有可以提供空氣的 跟大家來講解 首先這第一種呢 就是你在工地上的時候使用的 因為啊 許多在工地使用的時候 你是必須要配戴安全帽的 那配戴安全帽 你要戴一般的面罩 其實戴不上去嘛 這個時候就有一個 非常快速的卡扣 它的英文叫做 Quick Release 所以這個東西呢 它就是 你能夠壓起來 卡上放進去 就卡住你的安全帽囉 然後你要往上先 然後來做工作的時候呢 要焊接的時候 把它往下拉 往下拉之後呢 今天我要吃飯了 就把它這樣壓 拉下來 就可以吃飯了 90%呢 你的市售安全帽都可以卡上去 你只要把這個滑軌拆下來 都可以扣在任何 你想要扣的安全帽上面 第二種呢 這種安全帽呢 叫做MP 不是魔法人家 是安全帽 面罩 橫罩 那它有好處呢 你可以像箱子 把你的面罩蓋掀起來 裡面會有一個保護鏡 如果今天啊 那你的工地 常常吼花事件 上面有人在工作 你要在下面焊接 或有東西掉下來的時候 這種固定式的安全帽 就蠻適合你 像是一些造船廠 鋼鐵廠 因為旁邊都會非常的長 所以為了保護你的耳朵 它旁邊都會有一個裝置 是能夠卡住你的耳罩 幫大家補充一下 MP也是在硬帽當中 能夠提供空氣的 接下來這個類型呢 就是一般類型 基本上呢 1 2 3 這三種呢 它就是依照它的型號不同 也就是功能不同 當然就是價錢不同 那當中呢 只有它長得比較不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比較帥 那彩繪板它有非常多種 自己上我看 那這個東西除了下巴之外 我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接下來 我要跟大家提供一種 就是新類型的焊接面杖 我要跟大家介紹就是 有側窗跟沒有側窗的 什麼叫有側窗呢 就是旁邊這個東西 像這個就是沒側窗的 這個東西就是側窗的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從裡面去觀察到 旁邊你老闆靠近你 什麼時候可以選擇有側窗 跟什麼時候可以選擇沒有側窗呢 像我個人 我自己的焊接環境 其實是蠻大的 所以有的時候 旁邊有人走過去 旁邊有人幹嘛的時候 我可以從側窗當中去看到 旁邊的人到底在幹什麼 或者是同時在監視我的員工 他到底有沒有認真工作 那另外一種沒有側窗的呢 就是可能你的焊接環境當中 同時有三五組人馬都在焊接 所以這個時候 沒有側窗的焊接面罩 它能夠讓你比較專心的 去關注在於你目前的工件 而不會被旁邊的光線所影響 那9100另外一個系統呢 就是它的空氣 提供器 這個東西呢 請看一下上方影片 像如果今天 你是在焊接一些青銅 或者是你在焊接一些鍍芯板 就是它在焊接的時候 它會產生非常多的奇怪的 毒素跟化學物質 還有一些可能你要焊接有漆面的東西 我個人非常非常之強烈 希望你們能夠用這樣的面罩 尤其大家在焊接的時候 如果今天你不是在一個非常通風的環境 而且再加上你沒有戴上防護面罩的話 你很容易會造成一個 醫學上的比稱叫做 Fuel Figure 熏煙熱 什麼叫熏煙熱呢 就是你在焊接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吸到一些 有毒氣體跟有害氣體 這個時候你回家就突然發燒 你也沒感冒 你也沒設計 但是莫名其妙 全身燥熱 鬼朗他會 那這個東西會導致你什麼樣的狀況呢 基本上就身體不健康了 所以之後呢 時韻他們就出了一個東西 叫AdaForo的系統 那AdaForo這個系統呢 它就是能夠讓你背一個 空氣清晰機的概念 這個東西呢 就是AdaForo的動力系 基本上就是把一個打開 電源 然後你聽到 有沒有聽到空氣清晰機 在你背上的聲音呢 然後呢 最後管線呢 你只要拿起來 這邊有一個快速的卡扣 把它接上去 這樣子 你就可以在裡面啊 享受到乾淨清晰的空氣 你再也不用到五官去聞到 接下來這種 也是我非常常用 跟非常愛用的 就是星白石 星白石它能夠拿來幹嘛呢 就像這樣 它在打開的時候呢 它會有一個保護鏡 然後你要焊接的時候呢 就往下壓 才能夠繼續焊接了 這個時候呢 你就不要像以前一樣 就是把焊接面罩拿下來之後呢 再換上護目鏡 研磨完之後呢 再把護目鏡拿下來 再把焊接面罩戴上去 再來焊接 所以它掀蓋式的面罩呢 它裡面搭載的是9100XXI的面罩 那像講子掀蓋式的面罩呢 它基本上跟剛剛說的一樣 都有提供空氣也系統 像這樣 而最後呢 讓我們隆重歡迎 隆重介紹 焊接當中 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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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奧出了去 最新型焊接型面罩 G501 Vivo 茨米 這種奇怪的音樂 這邊可以幹嘛呢 這讓你看又能調整紅色 藍色 綠色 三種顏色 就是你的面白 然後它的調整範圍的潤均 也是現在全部裡面最大的 然後拍在這邊 你也可以選擇你的空氣 就是你要往前端吹或是往你的臉上吹 它本身它能夠配在LED燈在上面的 也就是你常常在焊接一些比較黑暗的黃索環境 你真的看不到它其實能夠加LED燈 然後最悄悄的一件事 你看到它上面是什麼符號 它這邊有沒有藍牙的符號 它能夠用手機去調整你的設定 然後它還能夠記錄你的焊接面罩 它變色的刺激 然後基本上它們這些面罩 上面所要搭載的這種防火的布料 那你就自己選擇 所以為什麼我會選擇這個牌子的面罩 也是因為它的替換的東西夠多 然後購買一些耗產方便 然後接下來就是有保護 那經銷商也算多 台灣其實到時候都買得到 接下來安全圈袋 如果你今天用的不是提供空氣的面罩 你就記得要配戴口罩或配戴紅色面具 尤其是你在做大量的焊接 甚至是在做一些比較容易造成大漢邊塵的時候 這個東西能夠保護你肺部的健康 也可以保護你家人的快樂 好所以總結今天 大家是不是對於漢肩面罩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那重點就是 你要如何選擇你的面罩呢 首先選擇你的價錢 然後再來第二個 你的工種 第三個你的工作環境 你可以依照這三個東西 去用三角形的方式 去選擇出最適合的面罩 最後還是要強調 就是請購買面罩的時候 不要再去買那些奇奇怪怪的牌子的面罩 因為第一個 它就連給鏡面保障 第二個 它也沒有真正的一個安全標站 眼睛失去就再也沒有了 所以不管今天你的家人 是從事焊接行業 或者是你身邊有很好的朋友 從事焊接行業 他買不下去 你就幫他買吧 不然以後他再也看不到 但是記得老話一句 就是我們不管 今天跟大家介紹什麼樣的工具品牌 我還是希望大家去買 真正公司代理商 經銷商的東西 因為才有保護才有保障 接下來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才找得到人算賬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 超人少年對於焊接面罩的介紹 如果你有什麼樣焊接面罩的問題 歡迎你都在下方留言去告訴我們 或者是跟我們提問 或者是你有任何工具想要知道 或者是你有任何東西想要更加了解 都可以幫你介紹 好的那如果你希望我們繼續拍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跟分享 然後記得要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才能夠通知得到你最新的小事 那以上就是超人中少年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在這邊示範一個大非常常見 但其實是非常不好的動作給大家看 像這樣 很多人都喜歡靠著甩頭去控制你的焊接面罩 其實這件事情就像一個吉他手一樣 這個動作會造成你的第五個頸椎 到第六個頸椎 非常嚴重的損傷 好比說最近我讀書 好比說你的骨骼錯位 這件事你千萬不要選 也不要做 好比說 好比說 好看 噏